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拥有了巨大的生产力 从公元前4000年到5000年 人类社会就有了高度集权的统治阶层 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就拥有了贵金属的珠宝 有了造立术 有了掐丝工艺 一直伴随到了现在 珠宝一直作为装饰和身份的象征 伴随着人类走过了几千年 卡迪亚作为现代人所知的珠宝品牌里面 非常知名的品牌 它其实伴随着同一时期的 还有其他很多知名的品牌 比如说像上蕾或者是像宝石龙 他们在17 18世纪都有为欧洲的一些皇室 做过一些定制珠宝 所以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就是一个珠宝品牌 卡迪亚眼镜 作为一个珠宝品牌 卡迪亚 它的眼镜实际上是分了有很多系列的 它最为人所知的是它的三度式系列 以及它的美洲豹系列 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讲解这两个系列 它的一些工艺 以及给您戴上脸的效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三度式系列 1904年路易卡迪亚 为他的好友Standis Drummond 定制了全球第一支腕表 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支腕表 Standis Drummond它是一个飞行家 最开始它是玩热气球的 后面呢 它就转去研究定义飞行器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飞机 世界上第一架飞机是谁发明的 现在依然是众说纷纭 我们国际上通常认的是莱特兄弟 实际上Standis Drummond 它的飞机在巴黎 要早于莱特兄弟半小时 但是由于国际飞行委员会 没有认它的纪录 所以我们现在认为 第一架上天的飞机是莱特兄弟的 但是安伟 无论国际上面怎么去认 Sandis Drummond 依然是我们值得尊敬的 勇于探索的飞行家 所以卡迪亚 有很多系列 都是以它的名字来命名的 卡迪亚最出名的手表系列 就是三度斯 那么延续到了它的眼镜上 同样继承了三度斯手表的 最经典的元素 比如说像这种拉丝 加抛光的螺丝设计 它的螺丝部分 是用到珠宝上面的抛光工艺 在其他的部分 做的是拉丝工艺 这就是继承了三度斯的第一个 非常标志性的设计 第二个三度斯手表 是比较方方真正的 三度斯眼镜系列 同样的继承了比较方正 轮角分明的设计云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甚至三度斯眼镜 看上去就会非常的花贵 而且它的设计感 硬朗的线条 非常适合蓝星客人佩戴 我给大家放点试戴一下 我给大家介绍的第二款 来自于卡迪亚的眼镜 是卡迪亚一个非常经典的标志 就是美洲豹 美洲豹这个系列 是来源于卡迪亚的一个设计总监 卡迪亚自己称为他的豹律师 我们可以看到把美洲豹的元素 融入到了他的所有系列里面 包括到他的眼镜上 在珠宝的历史上面 对于豹这个动物的运用 其实也不仅是卡迪亚一家 但是最后卡迪亚一直坚持 使用了豹的元素 所以现在美洲豹 就是卡迪亚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元素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只卡迪亚的月豹的五眶眼镜 像卡迪亚的眼镜 无论是刚才我介绍到的三多士系列 还是它的月豹系列 都是采用的贵金属润式 它能达到五微米的厚度 通常采用薄 镳 靶 这样的贵金属去做第一层涂层 第二层再用黄金 白金 去做外观的金属润式 所以卡迪亚的眼镜 所有看上去都有珠宝般的质感 而且戴上去几乎不会让你过敏 这一只豹系列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同样的这一只豹 有一个拉丝款 有一个亮金色款 还有一个白金款 同样的 还有一个美洲豹款 美洲豹款的话 采用的也是贵金属润式 然后一个黑漆点式的工艺 它是采用的一个3D的冲压技术 看上去豹子栩栩如胜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几款小豹 带上我的脸的效果 首先带上卡迪亚的月豹系列 你就可以感受到 它对于亚洲人头颅的适配 首先它一点都不滑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豹头式的无形 这样子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头型 比欧洲人它的头是扁长型的 我们的头颅是比较宽一点 所以这样子一个 有人体工程学着这么一个设计 它能紧紧地抱住我们的头颅 不让它下滑 再来试一下这一只美洲豹 美洲豹这一只的话 是这几款小豹眼镜里面最贵的一只 因为它采用的工艺又要更复杂一些 像这种点黑漆的工艺 实际上都是用到了珠宝上面的工艺 它的工艺要更复杂一些 而且这些所有的眼镜 都是在法国 意大利或者是日本生产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一个上脸的效果 这是一只白金色的抛光工艺的小豹 好 我们再来上个试带一下 注射性都差不多 就是它的颜色上面会有一些小的差异 我们现在可以再来看一下 一个拉丝工艺和一个抛光工艺 两款小豹 它的颜色对比 在旁边有一个小的卡迪亚的标志 视频的开头 我所给大家介绍卡迪亚的两个系列 这里我上次做主再给大家加一个系列 就是来自于卡迪亚的Trinity系列 由于我店里面的客人以蓝性为主 通常我很少介绍到能为女性服务的一些眼镜 那么今天这只Trinity 它就是能为女性服务的一只眼镜 我们可以看到Trinity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三色金整设计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金属的结 它这个结是有三个颜色红二层 第一个是金色 第二个是银色 第三个是玫瑰金 所以看上去在这个地方 它的颜色层次都非常丰富 而且一个金属结 看上去非常的优雅大气 特别是近几年 三色金的话是卡迪亚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系列 也受非常多女性客人的喜爱 我之前也拍过一只 我客人选择一只Trinity的一个无框镜框 戴上去非常的高端优雅 如果屏幕前的女士 你平时会对自己有一些珠宝 或者是说重要的商务场合的一个需求 选择一只来自于卡迪亚的Trinity系列 就是再合适不过 近几年随着嘻哈文化开始流行 我发现有很多wrapper 他们戴卡迪亚的眼镜 无论是戴卡迪亚的大C 还戴卡迪亚的月报系列 让我们的大众会对卡迪亚这个品牌 有一些误解 会让大家觉得这一个品牌 是一个土豪品牌 实际上我自己对于卡迪亚的一个理解 其实它有非常浓厚的一个历史底蕴 对于眼镜的制作 像是在对待珠宝一样 所以它的每一副眼镜出来的质感 都是非常丰富 而且非常有珠宝的气质的 所以我中心的希望 以后我们买卡迪亚眼镜的时候 我们除了认为它的价格比较高 它看上去比较金光散散 我们还要去了解一些它的历史和文化 以及它的工艺 所以我相信 除了大佬和Rapper 以后会有更多人喜欢卡迪亚这个品牌 这里是龙叔甲义 买高顿眼镜 找龙叔 品牌集权将会多 拜拜